中國要拿下台灣 不是台灣哪一個人 哪一個政黨說了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事情 通通都不是 總統賴清德致詞多次強調 中國對台也吸引需提升 自我防衛能力重要性 但前總統馬英九卻認為 中國文攻無後不斷 都是我方誠意不夠 臉書發文談起自己執政過往 前總統馬英九認為 兩岸爭議是否涉及國際法 並非關鍵問題 而根據雙方的憲法 尤其是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 都不可能將對方 視為一個國家來適用國際法 真正的關鍵在於 雙方誠意和善意 這樣的說法完全是在 唱和中共兩岸關係國內化 讓台灣未來遇到的 像香港新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世界各國都難以聲援 而近期共產黨立委 徐巧新提案修正民防法 內政部長劉士芳首度表態 若刪除民防法 有關支援軍事情務的主張 相當於癱瘓國防力量 讓台灣社會陷入危機 就怕提案內容引民怨 國民黨團在最後10秒緊急轉彎 同意退回法案 引來自家人不滿 前立委政立文發聲 如果覺得不恰當 就應該勸退撤遷 這樣的結果非常忌諱 是國民黨非常嚴重的失誤 想要對撞玩弱基遊戲 最後弱基就是國民黨 會再繼續的協商和溝通 讓徐巧新委員要避免學生上戰場 能夠在立法上能夠落實 國民黨團認為 避免學生上戰場修法是解方 但提案版本修正內容 對象不只學生 形同暫時門戶大開 徒增國人不安 三十五黃正佛 我們今天也太飆了